你們好,我是Uncle Ray 今天和大家見面 希望你會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可以的話,給點支持我 請訂閱、讚好或分享給朋友 還有,記得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今天,我會和大家試做一個很簡單的料理 親自大飯 每次我示範不同的菜式 我都會參考很多資料,看不同的書 以及不斷試做,希望找到最好吃的方法 而今次的心得,有些來自我最喜歡的廚師 神田御恆 事不宜遲,我們先看看親子蛋飯有什麼材料 兩個人的份量,包括有 雞肉120g,洋蔥半個,大蔥20g 但可以加,可以不加 親子蛋飯,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醬汁 醬汁的材料包括 日式高湯180ml 味淋和淡口醬油,割1.5湯匙 最後,說明親子蛋飯當然不少的是雞蛋 雞蛋有四隻 一般的親子蛋飯都會用雞腿肉 但今次我用了雞胸 因為雞胸減減 一般雞腿肉都會感覺比較嫩 但雞胸會比較狹 我們想想辦法,怎樣做到它又滑又好吃 雞肉是需要時間入味 所以我給它10分鐘 我用2湯匙的淡口醬油 醃它10分鐘 之後就可以用了 親子蛋飯煮的時間很短 如果可以的話,洋蔥和大蔥 儘量切薄些 我們先做好醬汁 高湯方面,如果不想自己做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日式的購物市場 買些現成的日本高湯 醬油方面,我選了淡口醬油 淡口醬油的顏色比較淡 不然用一般深色的醬油做出來 親子蛋飯就比較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 打開雞蛋的時候 發現雞蛋有這麼多水 其實一隻雞蛋大部分都是水分 當雞蛋等久了 蛋裡面的酸鹹值不同了 這樣蛋白分子鏈就斷了 而變回水分 而這些水分就會令雞蛋變得腥味 如果你想親子蛋飯變得好吃的話 你就要把蛋黃和蛋白撈起來 剩下的就是水樣蛋白 這些水分會影響味道和口感 如果你想這個飯好吃一點的話 就要把這些水撈起來 這個步驟不太複雜 值得一試 很快十分鐘就過去了 雞肉就醃好了 如果想把雞肉變得更嫩滑的話 就要加入粟粉或者太白粉 粟粉不要加太多 除非你喜歡的醬汁很濃 好 齊了預備開工 我買了一個新玩具 就是這個 是專門做親子蛋飯的小鍋 其實隨便一個小鍋都可以 做親子蛋飯 最重要的其實是逐份逐份做 因為這樣雞蛋才容易煮得比較滑 首先將湯汁等落著鑊 然後加上洋蔥才會開火 見到醬汁開始滾起了 就養開洋蔥 然後就加雞肉 雞肉放了一會兒 很快便會變色 當你見到變色 就要開始把它反轉 當你的雞肉反轉完之後 就用鍋蓋蓋它30秒左右 我的鍋蓋不是故意小一個尺寸 是買小了 開蓋之後就加雞蛋了 因為今次我想做的是滑蛋效果 所以我的蛋是不會先打勻的 因為蛋黃和蛋白的受溫程度都不同 我會先等蛋白變白色之後 然後才攪勻蛋黃 這樣做 我才發現親子蛋飯的滑蛋是最好吃的 拌勻蛋之後 關火 蓋蓋蓋 然後焗它30秒就完成了 要注意 你的爐火和鑊都跟我不一樣 試煮多兩次 一定會好好吃 如果你想過親子蛋飯靚仔一點的話 我就先用小碗裝好一點飯 然後覆蓋在大碗上蓋住它 雞肉雞蛋一煮好的時候 我就倒在飯面上 然後加些芝麻和紫菜就完成了 煮的時間 連預備大約四個字至半個小時 其實都很快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簡單又好吃的親子蛋飯 下一集我會介紹的是一番糕湯 而剩下的茶魚和昆布 我就會教你煮一個茶魚鬆 很好送飯的 我是Uncle Ray 希望你喜歡這個頻道 如果你喜歡的話 請Like、Subscribe、Share 和按鈴鐺 多謝你們的收看 希望你們多多支持我 希望很快我們再見面